电视上播放着有马加奈的个人采访 他在导政泽导演最新作《福坎》中 以出色的诡异演技得到了相关人士的一致好评 面对记者的采访 加奈说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不断学习 因此平时也会读各种各样的书籍 此时 准备出门的阿窥亚看下电视中的加奈 随后手机铃声响起 不一会儿 他便和加奈一起穿着羊羔校服走在街上 作为公众人物的二人为了不过于引人注目 分别戴上了口罩和眼镜 而校服是加奈要求阿窥亚穿的 阿窥亚问加奈 俩人都穿成这样是想搞什么鬼 加奈则开朗地表示 穿上这身校服很令人怀念吧 结果被阿窥亚吐槽 你都毕业了还这么穿 只能算cosplay 这样真的好吗 别尽就这种小事不发 我也是想这么来一次看看吧 校服约会 加奈一反常态地直接让阿窥亚愣了一下 难以置信地向加奈确认 你刚才说的是约会吗 走在前面的加奈则摘下眼镜 转过头去 飞红的脸颊满是倔强 是说了啊 就这样 哈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 随后阿窥亚率先开口 问加奈有什么约会计划 加奈则得意地表示 自己当然不会疏忽 并从包里逃出了棒球和手套 加奈得意地展示起了这次约会的内容 这让阿窥亚十分无语 追问加奈 出来约会玩抛街球是认真的吗 结果被加奈吐槽 这话我要绑上蝴蝶结 才远方不动地还给你 给两年前的你 加奈开朗地看向阿窥亚 阿窥亚也回忆起了 两年前拉加奈 翘克玩抛街球的事情 并表示这倒是也无所谓 但现在已经不是那时候了 作为公众人物的二人 会收到各种媒体的监视 因此不能在路边随便找个公园玩 提问此言 加奈得意地推了推眼镜 说这方面自己当然不会疏忽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穿了校服 随后大阿窥亚来到了羊羔操场 跟那个时候正好相反呢 那次是从学校逃出来玩抛街球 而这次是到学校里去 加奈边说便丢球 还说毕竟学校 也算是个能保护学生的地方 虽然还在上学的时候 压根没有意识到这点 阿窥亚吐槽加奈 说得好像自己很懂一样 加奈则又摆出了 抛球准备的动作 哼哼 我可以精视成熟的大人咯 加奈说文将球丢给阿窥亚 并询问她 毕业之后打算怎么办 还说阿窥亚脑袋挺好使的 想上个好大学应该不难 聊到这里 阿窥亚也变得坦率了起来 她高举着接球的手臂 说自己姑且是打算去考一大 这样加奈十分意外 依达 亚军你准备当医生吗 这也算是我以前的梦想吧 要成为心脏外科医生 真的是个很久远 很久远的梦了 阿窥亚伤感地说着 听了这话的加奈则兴奋了起来 只言这个梦想很棒 很适合阿窥亚 还说阿窥亚肯定能拯救 许许多多人的生命 想许许多多的人生 被希望的光芒照亮 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 这很适合总是在帮助别人的阿窥亚 在加奈的夸夸下 阿窥亚用手套遮住了脸 显然 她害羞了 哈 真稀罕 你害羞了也 害羞了也 就在加奈得意地挖苦阿窥亚的时候 阿窥亚丢过来的球打断了她 趁此机会 阿窥亚转手为攻 问起了加奈的梦想 觉得应该是成为国民纪演员 结果被加奈一脸生无可恋地告知 这个梦想自己五岁的时候 就已经实现了 如果能走红 那当然还是会想走红的啦 但要说是梦想 好像也已经不太说得上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这说不定 也算是没有梦想的人生了呢 加奈说到这里 变得有些伤感 阿窥亚追问加奈 就只有这一个梦想了吗 加奈则思考了片刻 脸上渐渐泛起红韵 不对 现在 我还是有一个梦想的 是什么 面对阿窥亚的追问 加奈又沉默了一会儿 随其将球高高抛去 并在阿窥亚的目光 被球吸引走的时候 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希望你能只看着我 这一刻 阿窥亚呆住了 我现在的梦想 就是想要成为你的推 最后一场学会演出 圣诞节那天 我从B小艇毕业的现场 你绝对要来看 虽然不知道 疼不能比路比更加耀眼 或许也没办法 比美母更能吵着气氛 但即便如此 我也会全力以赴的 如果 我能成为 星野阿窥亚心中的首推 我会 只为你一个人 去成为你推的孩子